期限货同步的稍微的做调节 那么今天的行情震荡小跌 零二十天的红天棒突然翻黑 外资上周五到货 期限货同步调节台股 资金松动也出现在汇率市场 零十六个交易日台币贬值 和过去一个月狂升 气势达不同 热钱缩手行情震荡 二十八号指数再度开高走低 最后小跌十四点 收在八千六百九十点 台股四月天行情还是看资金颜色 最近有点不太一样 钱表示说进来的速度有减缓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也许推升台股的力道 会相对比较小一点点 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原物料的价格 如果维持持续谈争的话 也许台股还有点机会了 第二个部分还是要看Fed 四月份还要开会 四月天台股是震了在上 还是涨多向下修正 以过去十年四月行情来看 涨多跌少 上涨几率高达七成 下跌几率只有三成 如果是多头格局 它从今年的一季 第二季到第三季 可能都持续一个多头 最多第四季稍微整理一下 这礼拜台股大事不少 进入最后一周 投信集团作账冲刺 30号双一会登场 又碰上摩台结算 31号汪启会要赴立院说明 红下链签约 美光财报 廉价钱 台股行情 还有不少变数 三生我将就会得到